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到《师父话里知2013》第14集 今晚的主题 就叫做《爱在天地间》 我常常反复问自己 我可以为佛教师做什么 是否每个星期说15分钟 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或者 将自己一些肤浅的佛理 或者一些佛学的知识 和大家分享 就叫做做佛教事业 我回问自己很多很多次 我觉得是很不够 这两天我在网上 看了两个佛教故事 在节目预告我都有写出来的 《人生犹如幻中幻》 《陈世相逢谁是谁》 《父母未生谁是我》 《一息不来我是谁》 《出自宋朝》 《中风鸣本禅士》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这几句说话 含义 我今天给主题 《爱在天地间》 可以说是要有感而发 除了在佛理之中 跟大家说 我常常强调一件事 就是说 修行就是在生活中 可能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或者我是买价 脾气比较极端 脾气比较极端 YES是YES NO是NO 起路可以分得很清楚 我自己 做了两天 我在大陆回来 我经过罗湖口岸 回到我们香港这边 就是在大陆那边 我想没有20架 也有15架车 两边 好像拿正牌 是要做什么呢 我想大家在新闻也看到 就是说 香港的 那些 水祸盒 带上去 即时就跟你收 虽然 就算我们香港现在 限乃令 每人带两冠出境 其他也不是限制範围之内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如果 是内地的父母 或者自己的子女 卖我后悲 将心比己 这些没有分国籍 但是为了赚了几十元 又不是自己家人需要 要做些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还没有说 因为他不会理我们 香港人 但是如果一个香港人 拿着香港身份证的人 为了四五十元做些这样的行为 我就觉得很卑鄙 你很下流 钱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钱是否可以和人格 是称不到 人是否可以为三斗米而折腰 我经常说一句话 君子有唯有所不为 就算不是君子 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做 是吧 所以我看了 中风名本禅师这句话 我觉得 大家都很清楚一个道理 你生之前 死之后 我们是谁 为什么我们一生人 为了我们的事业感情 名利 不断不断追求 不是自己又去追求 是自己追求都没得说 得上床牵匾 就是自己做有钱都想做皇帝 永远不会理会对方 总之自己好受 或者是你难受 大家都知道 大家不去想 就是 我们来到世界上 什么都没有 我们走的时候 又可以带到什么走 只能带到我们的罪业,福德 那为什么我们在现世 我经常都不要说前世或者未来世,说我们现世 做好自己 我在网上也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近代的 一个佛经故事 他参禅,参入一首 他什么都参不到 有一天 他走过一个街边的店 看到一个小贩 卖蜡 然后看着蜡热 蜡热 就像是示范了一种 就像是示范了一种 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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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子 他立刻就想到一些事情 那我就走過去 問那個老闆 我和你買了也沒問題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那些江是怎麼來的 那個老闆一句話都不說 吹起了他的蠟燭 問這位蠟燭 那現在的江應該去哪裏呢 這個蠟燭大 15分鐘就沒有辦法去解釋 大家儘管去參透一下這個故事 我說的就是 我們追求名利在現今社會 什麼都好 基本上生活需要 我後悲我說 但是有些事情 不可以過分辭職為自己 為自己短視的慾念 而不理會對方生死活 可能我說死活是誇張的 但是我覺得是很離譜的 如果每個人的世界上是這樣 你想一下這個世界會是怎樣 為什麼佛教有界律 就是要我們去遵守 要我們去檢點我們自己的行為 開悟我們的智慧 是嗎 佛經裡面 其中一屆也有說 叫人不要喝酒 因為喝酒會慢慢 把我們的智慧受損 事實上 現今 喝酒的人不少 佛經也有教我們怎樣去做 如果大家 覺得不一樣 像我剛才說的 在羅湖回來這樣 為了四五十元 不是太多錢 網上也有說過 我就當你可以單程的火車票 所以什麼 你吃得飽嗎 你想一下這些人 拿上去 再扔上網賣 把價錢浪高 再賣給內地的當地人 或者在內地居住的香港人 一定賺錢的 不是你做 是不是 好 你真的是幾十元 但是你為了這幾十元 是你自己的私慾 你就幫了這一套犯法的人 令到真的需要 奶粉給自己小孩子吃的人 負擔重做 或者買不起來 那你是不是做了一個業務 我覺得 尤其是 如果我都說 如果你真的拿著香港 你真的撞著頭 賣牆 我想我親眼看見 我真的會罵你 因為在我腦海中 我還相信這個世界 有公義 很正邪 視乎我們的心 如何處理 我絕對不能夠容忍到這些行為 選人也不是利己 我不覺得是利己 我不覺得是利己 我經常都說 很多人說 德師傅 你說佛教 有時候你的新聞 時事 或者有時候 內地的自由行樂 那些新聞 有些過分的 你都會登出來 你都會說兩句話 我不會針對內地還是香港 我不會針對內地還是香港 佛教是眾生平等 你不可以去傷害我 我不可以去傷害你 菩薩也有憤怒傷 不是每樣都玩慈悲 當你靈還不靈 就要糾正 因為你一個人的錯 可能會導致很多人的傷害 學佛的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說 學佛的人 就是在生活中去修行 如果你連生活 你平時的品德 你的粗行 你都做不到的話 你學什麼佛呢 就算我又當你不是修佛 你連做人也有資格 對不對 就是隨地透淡 你告訴我是對的嗎 隨街上罵人 每次都有錢 我不是說全部 有某些人下來 香港玩 去罵 好像幾天看了新聞 在水逆船上 罵到一名女職員 狗血淋頭 別人也是出意好意 因為你的嬰兒車 在走廊那裡 如果有船一蹤 可能會碰到你自己 或者碰到其他人 這個也是他的責任 那你用不著罵到你的狗 是不是有錢就大了 如果將事情反過來發生在你身上 你又會怎樣 在學校讀書 是教我們做人的道理 在佛教裏面 是教我們做人的道理 家庭教育也好 學校教育也好 宗教教育也好 是教我們終先奉行 諸惡莫作 不是調轉 所以我經常都問自己 我可以為佛教治做什麼 我真的不想這個三千世界亂 我相信那個會有業報 那個業報不是一個人可以承受到 是整體人類去承受 天災人禍也好 是全部人去承受 包括我或者你 不真的學會 大家為什麼不去反思一下自己而覺得行為 把自己的壞事改變 大家做好一些 我正所講的事情 大家都不去做 做成正中的 你想想,那些效果又会如何 那些效果又会如何 所以我希望每个星期,在我15分钟短短的时间 我能说多少,可能我说些话未必对听 或者我认为很困难 不要紧的,因为我出发,希望大家明白做人的道理 我不是说大家不懂做人 只是希望每个人做得更好 包括我自己 谁不想赚钱?我也想赚钱 有些东西的,要赚得其傻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社会 对得起其他人 我觉得花钱的时候花得很开心 就算我今天花了100元,我花了100元 我觉得都很过瘾 但相反来说 你好像说,拿上来卖给那些水货客 为了那几十元 可能你也花得很开心 但我不觉得你会长久 OK? 今晚的时间也差不多 希望大家想一想我说 每一集的内容是什么 拜拜 拜拜